今天,真正的沉香工艺品已难得一见,卢百恩是东莞远近闻名的木雕师,他雕刻用的材料就是能够结出沉香的白木香树。 这棵白木香的原木是他多年前收购来的材料,如今,这样的料已难以找见,老卢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用了。 从这棵原木表面上的纹路,以及虫子动鸟儿,老卢推测,这树里面结了不少沉香。 哪是结香的部分? 这个材料是要重演的,地方材料是整个材料都要像。 由于虫椅的破坏而结成的沉香,收藏界叫它虫漏,如今价格非常高。 原本不大关心行情的老卢,如今也渐渐开始了解起来。 从这些极品的东西这条,那个时候买谁都不懂,我也不大懂,我现在看了那么多材料才懂一点点。 在老卢的家中,保留了很多雕刻下来的边角料,而这些东西在别人看来,几乎都是宝贝了。 这些是那个管线的,老管线那些,什么叫住虫住骨的,这些是好东西。 随便一块的话,这里可以说一千块钱倒可以面低,因为它这个已经全部通套了,卖一千块钱也不贵的。 白木香树,很难见到长到很粗的,莫非是这种树本身就很难长大,还是另有原因呢? 它是那个小桥木嘛,小桥木的话,就本身长的树度可能不像一些我们在南方看的那个大桥木,好像榕树长得这么快,但是呢也不算特别难长的一个树种。 树林越大,它接的乡就越直选,所以它有了这个木制部以后,可能人就去破坏它。 那因为这个资源的稀少,就人去破坏的这个程度就比较大,所以我认为陈香的这个,因为它主要还是人为造成的。 陈香这个东西,它特殊在哪呢?就像我们第一集里面,有一位采访就像说的那样,它不等同于何田玉。 何田玉它是一个真丸,但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,而陈香既可以作为真丸收藏,同时呢又有药用价值。 这就是它不同于一般的珍宝玉器的贵重所在之处了。 所以说呢,上品的陈香啊,绝对是不愁买家的。 可以说呢,这些年来,在收藏者,在卖家手里啊,可以说是不停地赚,这个价格也是不停地涨,自然呢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可是现在呢,有不少人都期待着收藏,而药品市场上呢,对陈香的需求,这个量也是非常大的。 资源是越来越少了,需求越来越大了,一方面是价格不断地上升。 另一方面呢,就是我们要想办法的,看一看能不能啊,解决资源减少这样一个问题。 在辽布镇陈香博览会上,有一个摊位特别引人关注。 这里有现场制作的展示,而用陈香粉制成的现香,价格也不算贵。 这吸引了不少参观者来看,来买。 据说几天就卖出了两个月的货。 我们也想在香博会就是说,多卖点,多开心点。 然后我们就大概做了两个月,生产了两个月的货吧。 然后我们就是在这四天就卖完了。 但是就是说我们没想过会卖完的。 摊位的主人叫李文普,当地人都叫他香老李。 老李做陈香的买卖三十多年了。 从摆地摊卖馆香开始,他不仅把家里四个孩子攻上了大学,也有了自己的店。 那个时候呢,那个消费也没有这么高啊,也没有比上现在高啊。 但可以,反正呢,都上山啊,采点香啊,就是他们,供他们读书啊,就是家里面的生活啊,都是靠我自己采香。 老李本本分分分的经营,没想到,一下子赶上了好时候。 老李本本分分的经营,我买摆卖的一般。